我们现在再用另外一个 范例 先来跟各位 讲一下 前面的 这个拼图的 好我现在改用另外一张好了 我们改用 这一张OK吗 那请问你要怎么做出拼图效果 因为刚刚图样我们是已经定义好了 对那一张 所以其实你不用再重新定义图样 你只要来这边做就可以了 第1个动作 可不用背景 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背景不行 一定要先变成什么 图层 这是第1个动作 第2个动作 你就到样式这边 如果这个没有出来 是不是从这边载入这个影像效果 载入之后你就可以找 找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拼图 点下去 就做掉 单细 要调整 来回到这边来 点开 扶角也学掉把它打勾 把这个打开来 打开之后 刚刚还是有同学会有一个问题 我是说 点在字上面 你不要打在这里 OK吗 打在这里 就变成不要用这个效果了 点在字的上面 点到文理 选到你刚刚那一张 有没有 我们定义好的 好 那你 待会做到这边呢 请你多做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缩放是不是125 先把它变100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希望它现在是 跟那一张图一模一样大 我们刚刚那一张 有没有 那一张这个 图样一样大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好确定 来你先做到这边 其实我们 这个 有没有发现右手边就有个叫色板 我先把它拉出来 你来看 打开 有没有发现 它有一个 我们现在其实一般在看就是看合起来的 这一个 RGB三个颜色合起来 那 红色 绿色 蓝色 有没有看到 这样了解了吗 就是说它就是有这几个 色板组合 那每一个色板 它是用什么 用灰阶去显示出来 它的分布情形 你看我点到每一个 这个眼睛关掉换它 有没有做这个 这个 这是绿色的 色板 OK吗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色板 如果你只有红色跟绿色没有蓝色 图片就会变这样 那可以啦 好 那你了解了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色板平常 如果你 不做任何东西的话 当然 单一个就是像这样子 那你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有 给各位看过 如果你 跳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是什么功能 快速折射变 对不对 点进来之后 请问快速折射变要做什么 选东西而已 对不对 简单的就是选东西 所以你有发现 它在我们色板 这个面板面 就自动增加了一个 就自动的增加一个 它 就是说色板出的 基本的 颜色本身的色板 我们可以增加 那一种 我们把它称作 R8圈 R8圈 一般我们把这个 LPHA Alpha Alpha Channel 那AlphaChannel 通常就是用 主要两个 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用来 做什么 选东西 选东西 第二个 就是用来决定 透明度 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那你看 我用这个 我进入快速折射片 它是不是就自动 帮我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 你看 我们来里面画看看 当我画进来 现在是黑色的 一画 一画 里面是真的是黑色的 对不对 那它等你出来之后 这一块会不见 因为它只是暂时的 离开了 它是不是就把色板转换成选举区了 了解意思 好 那这个你会的 我们再看 我们有没有做过这个 这个 有对不对 这叫涂层折射片 当你按一下它 你来看一下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 色板也会增加一个涂层折射片的色板 那 请问你在这里做的动作会决定什么 透明度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的两个 用在就是所谓的阿发圈里面 主要是不是用两个 选东西 一个是什么 决定透明度 那还有一个功能 假设我有一个形状 我好不容易选起来的 假设我有一个范围 我发现这个选举区我花了一些时间 牌把它选起来的 那么现在我可以把它存下来 可以喔 你可以把它存 你看在选举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做储存选举范围 好我把它存下来 那这个名字呢 我就叫做 Circle好了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它也会在色板这边 对喔 你看我把它存起来 你看看喔 所以说下午要拿起来 其实还蛮重的 对不对 跟眼皮一样重 哈哈哈哈 来你看 你有发现 储存选举区 结果其实是 存到这里来 有没有发现了 这里 有发现了吗 你存下来就 就这一块嘛 那 所以呢 如果 当你下次要用的时候怎么办 就真的拿来用了 就从这边 你看我先把选举区取消 当我到选举面 是不是有个叫载入选举范围 点一下 有看到123 看到了吗 这三个 图层0的 遮色片是不是这个 对吧 Circle 那你就知道其实 Photoshop有很多东西 都在哪运作 色板 因为 在5.0之前 就说 在5.0之前 Photoshop本身怎么样 他的色板功能是很强 可是 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他到5.0之后 其实慢慢的一些功能 他都是用在哪里 都是利用这个东西在做的 只是说 很多工具 他已经把你自动化 所以你不觉得 好像是用色板做 早期4D你要学会色板 要怎么弄 这个是 软体他的一个改进的方式 所以如果这样子进来 好确定 我就可以把这个选举区 载 不是 那个 Alpha channel 载进来变成什么 选举区 就是像这种方式 也没有像我们用快速折射片的方法 对不对 快速折射片也是这样 先轨掉 先新增一个 出来了 他就自动卖转回来 所以都是相同的方式 那这样 至少你原理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 来我先把这两个拿掉 就把这两个拿掉 先把这两个拿掉 因为怎么样 请问你 要选这个好不好选 不好选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做法就是用色板来选 怎么办呢 你当有点到色板 请你增加一个 Alpha channel 建立新的色板 好建立好之后你有发现预设是 全黑的 全的就代表透明嘛 对不对 好那我画面先还给你 请你先建立一个 现在呢 我们有没有定义过图样了 那个啊 刚刚那个啊 对不对 你现在来 用油气筒好了 用油气筒 平常我们油气筒是不是都填的就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你看 预设就前景嘛 可是他可不可以填图样 可以哦 他可以把图样填进去哦 好我现在就改用图样 好用油气筒的图样来这边 找到我现在填的就是刚刚我定义的那个 拼图那一个 选好了之后 你把它倒下去就好了 不管倒在哪里都一样 点下去就好了 有没有倒进去了 那这样子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 因为我倒进去之后 其实 我的 范围也没有刚好跟 刚刚的那个范围一模一样 等一下呢 我就是要利用这个范围来做什么 做选 选我们那个拼图 了解意思 好 画面还给你 现在呢 我们要来选 那 假设我要选这一块好了 请问我要怎么样选到他 用魔术棒就好了 用魔术棒就好了 对不对 你看我在这状态之下是不是比刚刚那个有花的状态之下还容易选 对不对 你用魔术棒在这选 好不好选 不好选 好所以说我现在 如果是黑白我就很好选 我选这一块点下去 是不是就选到了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 这只是一个什么 选的一个技巧 那 你要注意的是因为我刚刚有没有特别强调我在这里面的那个文 文理我特别 强调 说放变了百分之百 因为 如果你没有百分之百 这边用油气桶倒进去就不会刚刚好 了解 那 你看看我这样油气桶 不是油气桶 魔术棒 一点了之后 有没有全部都选大 有 但是 旁边有没有差一点点 其实差一点点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调整 你先 选到你想要 心目中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选取放大一点 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选取可不可以放大缩小 你可以用这样去变形 单就选取的范围来讲 可是这样因为 手动的不好 所以你到修改这边 有没有往外扩张的 大家平均往外扩张就好了 我就不要说 自己用手 目视的方式 好 那扩张多少 差不多是2或3 可能要试一下 3 好像刚刚好 对不对 因为你看一下这边 我把它放大一些 我们要的就是线 是不是要到一半 因为我在那个 对不对 我两个 我既然是拼图 就是中间那一段我要 一人一半 刚刚好 这样 所以你大概扩张 往外扩张 在这里 修改里面 的扩张 差不多3个像素 3个像素 那这样这一块就会选起来 这一块就会选起来 如果你已经选好了 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我们就可以回到什么 这个地方来 有没有发现 这边外面也跟着选起来 没有错吧 但是你有发现 为什么看到红红的 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R8 channel 眼睛没有关掉 你把它关掉 就看不到那个 这样可以了解的吗 你把它关掉就好了 你已经把它选起来的 那 要拿起来 应该就很简单吧 一般我们的想法 可能都直接剪下 然后就 贴上 这样不就不一样了吗 就抓下来 可是我们来试看看 你就直接剪下 对不对 剪下 然后呢 刚没有剪到吗 我刚没有回应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编辑的是哪一层 知道了 我要编辑的是RGV这一层 了解吗 我不是编辑R8 channel 这个我就不看了 所以 现在这个点到我们再剪下 真的剪掉了对不对 贴上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 应该是不会成功 我说不会成功不是不会剪下来 而是你有发现 你的拼图 的那个纹路不见了 变白白 有发现吗 有发现那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就不用这样做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平平的 因为有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下面这两个图层 这里 下面这一层 也就你现在看到有这个东西的 它是因为有套了这个效果的关系 对不对 它是有套斜角跟浮雕 可是你直接剪下贴上 你有发现它有没有F 没有 所以当然就没有这种效果 没有浮雕这个效果 了解我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这样 直接剪下贴上 我们要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大概我们平常比较少 特别这样用 所以 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我先还原 还原到刚开始 没有剪下的一个状态 好这样子 因为当你 滑鼠在这边的时候 你用这个选取工具 你记得先把工具 任一个选取工具都可以 只要是选的都可以 在它的上面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叫做 剪下的图层 有时候要把它剪下来 剪下的图层 好把它按下去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来移动看看 我们加的 就是会是立体的 有没有 知道两个差别在哪里吗 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 如果你是用刚刚那种方式 剪下的图层 它会连什么 连你的图层效果 有没有图层样式 一并copy到上面来 了解意思了吗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剪下 他就只把那个影像剪下来 但是这个样式 它不会一并复制过来 就差在这样子 就差在这样 再看一次喔 这里有一个小诀窍在哪里 请你记得 一定要是 点到任一种选取工具 如果你在这个移动工具 按右键有没有那个 没有人理你 可以吗 所以一定要用选取工具才行 不管用哪一个都没有 我现在用这个 按右键 是不是有个叫 剪下的图层 剪下 其实它所谓剪下图层 就是剪下跟贴上的 只是它会连你的 图层样式一并做过去 那这个时候你再切换到移动工具 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 好 画面还给你 好 这个 快点喔 下课待会拿 牙签 凸凸 好来这边 增加阴影效果要怎么增加 你看现在里面是有斜角跟浮雕 所以我就来帮它增加一个 阴影 你会发现其实有打勾就是你有套用的啦 把它点一下 好 现在打勾了 有没有看到它已经有跑一个阴影出来了 一点点啊 我把它拿掉 你看 这里 有没有 一点点 它看你 那这个角度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 呃 这里不是有一个角度吗 现在是这样30度 这个指的是什么 阴影在哪个方向 阴影在这个方向 对呀 阳光从这边照过来 可以吧 所以如果你的阴影你想要在右下角的 请你这样转到这边来 它阴影会出现在这边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这里 有没有 不过这个一条 你会发现所有的都一起 都有在动 都在动 好 那我现在就拉过来你看看 阴影有没有在这边 了解了 所以不要被它那个指针搞错方向 那个是来源 光源的方向 好的 如果你要选招会不会 会的你可以试试看 我就待会那个范例我就不用做 你试试看看好了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咱们就不用做了 好那我 好ELLa 胜利